嗨!大家好!又是我,Edward 歡迎回到金屬行蹤聊一個我可以講話的系列 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聊我的蜥蜴 蛤? 怎麼了?你說不是喔? 嗯,好吧 我們今天要聊的事情是 真的需要懂原理才可以變成一個好的主唱嗎? 這件事的答案是 不用 影片結束 嗯,你說要講理由喔 好吧 為什麼會說你不需要懂很多的原理 比如說去理解什麼是fold,什麼是fry 要怎麼去操作它 它發生出來的原理是什麼 那透過它發生出來的原理 我們可以去做不同的混合 這些事情你為什麼不需要知道 也可以變成一個好的主唱呢? 因為通常啊,一個主唱 它需要用的唱腔 可能一個或兩個就已經很多了 特別是越流行的團啊 通常他們的唱腔會越簡單越少 所以呢,要變成一個好的 我這裡的好的包含你可能很有名 或者你的唱腔很厲害 這樣一個好的主唱呢 其實你更多需要的是經驗 唱歌的經驗 去瞭解你的喉嚨和你的發生習慣 然後讓你可以順暢的把你想要唱的東西唱出來 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我們學這些原理到底要幹嘛 我教這些東西到底要幹嘛 我這不是在浪費時間嗎? 你說 這也並不是在浪費時間 原因呢,我接下來就要說了 我給我自己的身份有兩個 基本上在唱吼腔這件事情上面 我給自己一個身份和一個期許 這個身份呢,是 我是來幫助你 讓你的唱腔進步的一個人 那我給我自己的期許是 我希望我是全世界最強的主唱 那我們要做到這兩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不能只會一兩種唱腔 然後把它唱好就好 如果我想要幫助你 讓你的唱腔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我必須要堅持到你想要的唱腔 需要怎麼操作啊 如果我想要變成一個 我所謂很強的主唱 那其中第一個要件 我認為就是要精通所有的技巧 所以呢,我們才去學原理 因為你如果不知道原理 你可以透過經驗 把一兩個唱腔唱得非常棒 但是唯有知道原理 才能讓你更進一步的去挑戰那些 你自己沒辦法適應 或是對你來說非常困難的唱腔 而不斷的進步,正是我的理念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不斷的進步的話 我會建議你 也把唱腔裡面的原理搞得清楚一些 但如果你對原理毫不感興趣 你只是想學一兩個唱腔 然後變成一個Wonderful的主唱 那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就像我常說的 唱歌沒有好壞 音樂也沒有好壞 這全是你的個人選擇 好,希望今天的金屬輕鬆聊有幫助到你 然後,As always 我們沒有Ultro 掰掰 I don't care 中文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